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萱苑 信全能神已經二十年了 我在2009年 因信全能神被中共抓捕 加上酷刑折磨 因為判刑三年零六個月 今天坐在這裡 我是幸運的 因為有很多 和我一樣 因信全能神被中共抓捕的弟兄姊妹 有的已經被迫害死了 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還有許多人仍被關在中共的監獄裡 遭受非人的折磨 酷刑折磨 還有暴力洗腦 截至目前為止 中共抓捕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已多達百萬人次 有105人被迫害致死 至少有50萬人 因迫害四處逃亡 又在難歸 然而 中共卻對外宣稱 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 基督徒沒有被迫害 面對這樣無恥的謊言 我必須要說話 代表中國千千萬萬受迫害的基督徒 把我們遭受中共殘酷迫害的事實真相講出來 2009年4月4號 我和兩個姊妹 在湖南省諸州市被警察抓捕 他們沒有出示任何的證件 我當時看警察 我信神 一沒犯法 二沒犯罪 你為什麼要抓我 警察說 你信權的人就是犯法 你就是國家要犯 我不明白 我要向世界呼喊 我信權的人在哪裡犯法呢 為什麼要被當做國家要犯來抓我 中國對基督徒 為什麼這麼邪惡 這麼無恥 這麼無人道 在審訊室 未必我說出其他義兄姊妹和教會前才的下落 兩個男姐 很勁地打我的臉 又用那種捲成筒的書打我的口 他們還給我上了一種叫蕩鞦韆的褲型 把我的兩隻手 用兩副手銬 把我的兩隻手 吊在高高的鐵窗上 用一個軍用包裹袋 捆住我的腿 綁在一個鐵椅上 然後兩個警察 往前拖那個鐵椅子 我的整個身體被吊出 就是拖出一個一字形 被吊在半空上 當時一個警察踩住我的小腿 左右搖晃我的身體 那個手銬就深深地卡在這個手腕處 不一會兒就變成了烏紫色 當時那種鑽心的疼痛 真的是沒法形容 大概過了二十分鐘 警察猛地就往回踹那個鐵椅子 我的身體就掉裂在那個窗下 然後兩個警察 他們就拿著那個礦泉水的瓶 砸我的兩肋 用這個瓶口 和我吵實際地按壓這個肋骨 當時我呼吸都感覺到很困難 大約過了十五分鐘 他們又往前拖那個鐵椅子 把我再一次掉從一字形 掉在空中 然後兩個警察 他們就是在旁邊 灰色灰色地講著 他們曾經 酷心折磨人的那些光明的歷史 看著我在那兒掙扎 他們就哈哈大笑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 他們又把鐵椅子踹回來 我又掉地在窗下 這個時候進來了一個矮胖的一個男警 他上來問他們 說我沒有說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使勁地打我的臉 把我的牙齒都打鬆鬆了 然後當時他說 國家有病 對待信泉水那裡 打死白打死 然後他把手銬靠到最緊 又示意他們把我拖成一字形給掉起來 我就這樣被他們反覆地掉起來 又放下來 一直掉了十二個小時 手銬扎破手臂流出血 我感覺我自己的呼吸越來越困難 當時頭也仗得僵然裂開 嘴巴乾的就像要吐口痛了 都很難 那個時候我的眼前發開 我感覺我自己的意識在一點點的修飾 我想我可能真的要死了 心裡很害怕也很軟弱 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神禱告 中共這句打死白打死 已經成為他迫害基督徒的一個名言了 好一個打死白打死 這句無法無天的撒旦名言 怎麼能出自偉光正的中共之口呢 這句明顯的撒旦邏輯 難道就是中共邪惡本性裡流露出來的嗎 直到第二天少女九點多 我才被放下來了 我想上廁所 但那個時候我的腿已經不貼實壞了 手已經失去知覺了 兩個男警員把我又駕到廁所 當著七八個男警員一樣 脫掉我的褲子 他們用最邪惡下流的話侮辱過 我很憤怒 我也很委屈 我當時只能失聲吐哭 因為我的手沒有支離 我提不起來我自己的衣服 我才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 就被這樣的當中羞辱 當時我很想從那個樓上跳進去 一死了之 可是我感覺不行 我不能辜負神對我的一個拯救 我要跟神做見證 我得活下去 我要揭露中共的罪行 讓全世界都知道 後來他們把我拖回神去時 因為體力不支 我倒在地上 警察卻說我在裝病 幾個人圍著就使勁地踢我 直到我的左胸還有左腿 不停地往一起抽搐 兩個男警 撐都撐不開 他們才停止對我的毆打 把我靠在那個鐵眼子上 我當時彈坐在那裡 耳邊傳來的就是隔壁 警察折磨姊妹的聲音 還有姊妹傳來的慘叫聲 我當時心都碎了 我當時心都碎了 難道這就是魔鬼地獄嗎 兩天後 我已經被折磨得嚴嚴一息 渾身很腫 當時整個身體就是抽搐的 警察才把我送到醫院去搶救 那個時候我的胳膊腫得特別粗 雙手腫得像包子 裡面全部都是黃濃 針扎到血管上 就裹出一個包流出血 醫生對警察說 我的情況很危險 應該主願 但是警察卻說 只要死不了就行 又把我拉回審訊室 繼續審問 我被酷刑折磨了六天六夜 在這六天當中 警察沒有給我吃任何東西 最後 他們編造了一份口部 牆拽著我的手 按了手印 這就是中部文明執法 集結束 4月10號下午 我被送到了看守所 當時我只能躺在看法上 生活不能自理 吃飯都是同間房的人餵我 幾天後 警察又連續的來審問我 每天審訊18個小時 每次都是審問到我身體抽搐 實在沒法進行了 才對課停職 一個月後 兩名檢察官來問我 警察是否對我複刑逼供 我說有 因為當時我的外傷很明顯 但是檢察官 卻在禁檢通知 通知單的有複刑依欄中寫下 五 我在被關押在看守所的十五個月裡 他們還禁止我去找律師 2010年2月的一天 我被押上法庭 進行秘密審訊 當時法庭上只有一個審判長 兩名陪審員 還有一名書記員 審判長問我是否認罪 我說 憲法規定 公民享有就要信仰自由的權利 我信神只是聚會 讀神的話 我沒有觸犯任何國家法律 但是審判長卻說 你信權有神就犯法 你從北方 跑到南方來傳教 你還是流竄犯罪 四個月後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犯罪證據的情況下 法院以組織和利用邪教制 破壞法律實施罪 給我判刑三年零六個月 在我的一生中 留下了一個永遠的記憶 7月9號 我被送到湖南省女子監獄服刑 在監獄裡邊 全能神教會的基督徒 和法輪功學員 都會被關進嚴管樓裡 進行酷刑強制洗腦 兩個犯人昼夜看著我 除了上廁所 不准離開屋裡半步 他們不允許我禱告 還天天地強迫我看 法列主義 無審任思想 看那些愛國愛黨的教育視頻 還強迫我每天寫心得 只要寫得不合他們的意 他們就罵我 對我進行提罰 他們還強迫我簽三書 放棄信仰 我在這樣 難以想像的一個 精神摧殘的一個環境裡 被呆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之後 被放到號稱魔鬼間區的二間區 每天被迫高牆都勞動十幾個小時 那個時候真是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如果不是神 看不保守我 加給我信心和力量 我早就被中共折磨死了 根本不可能走出兩位監獄 2012年10月我出力了 那個時候我才得知 在我被抓捕的時候 警察曾兩次到我家 大肆進行搜查 迫使我年代的父母離家逃了 他們還在我的家鄉 大肆散佈謠言 誣陷我是詐騙犯 政治犯 派人監視我家 而且我還得知 在2009年的那次大抓捕當中 各地全民生教會的主要帶領和同僚 都被抓捕了 負責我們工作的馬索平姊妹 被抓後不到半月時間 就被迫害死了 何德遜弟兄被判刑15年 小精姊妹被判刑11年半 2013年1月 警察把那些曾經被抓 釋放後仍然堅持信神的人 抓回去重牌 當時村幹部來到我家 要求我們寫保證書否認神 為了能夠繼續信神 我不得不再死被迫離家逃亡 零星天的那天晚上 我的爸爸媽媽抱著我痛苦 父親說 孩子 你走了就不要再回來 只要你能好好活著就行 打那以後 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的父母 2016年 在神奇妙的百步安排下 我逃到了韓國 但是中共的黑手 卻延伸到海外 企圖將逃亡海外的基督徒 全部引渡回國 繼續迫害 從2015年開始 中共在各地騷擾基督徒 在國內的家人 邪惑他們 假借尋親的名義 道權的人 到了韓國勢為道士 他們無恥地說 中國有信仰自由 基督徒沒有被迫害 他們鎮壓的只是非法的宗教 是屬於邪教 還誣陷我們是假難民 應該被引渡 聽到中共這項無恥的謊言 我特別憤怒 中共把中國 那麼多教堂的十字架 在中共睽睽之下 公然拆毀焚燒 這是非教信仰自由嗎 中共僅在2018 2019這兩年間 把那麼多建造的 特別華裔壯觀的教堂 公然以為平地 這是宗教信仰自由嗎 中共在僅僅幾年間 抓獲了幾十萬基督徒 很多人被判刑作奸 酷刑折磨 這是宗教信仰自由嗎 為什麼 近三百萬新疆 穆斯林信眾被關押 為什麼 全國各地 大量佛寺 教堂被拆毀 僧侶 道士 被驅趕得 無處可去 這就是中共所謂的 宗教信仰自由嗎 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清 中共所說的宗教信仰自由 都是謊話 都是拿來欺騙外國人的 難道外國人就沒有頭腦 沒有思想 中共說啥都信嗎 我就不相信 在這個世界當中 就沒有公理可言 我在中國出生長大 從來不知道什麼是人權 也不知道什麼是宗教信仰自由 我所見過的基督徒 都活在被抓捕的恐懼和壓抑中 他們內心都在呼喊 什麼時候中共才能垮台 我們才能有真正的信仰自由 來到韓國 我才真正體嘗到信仰自由 在這裡可以光明正大的信神 沒有人定罪信神是錯的 也更沒有人敢定罪神所發表的一切真理 政府也沒有為難我們這些 逃亡到韓國的難民 在這裡 我向韓國政府 還有韓國人民表示感謝 允許我們這些被中共迫害的基督徒 能夠暫時居住在韓國 更感謝神的帶領 看護和保守 現在海外各國至少有二十個國家都有全能神教會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給全能神教會定罪的 各國全能神教會的基督徒 都在正常的聚會讀神的話 沒有被定罪的 為什麼在中國 信神這個有普世價值最正當的事 卻被中共政府定罪 為什麼基督徒被抓捕 被監禁 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到底在哪裡 我始終沒有看見 如今我來到韓國已經三年了 我很想念我的家人 也很想和他們 有一天能夠團聚 我的父母年紀都大了 身體也不好 我很想去欣賞我一個女兒的一個孝領 但是我不敢回國 因為有不少地主姊妹回國去看望父母 他們都已經被中共抓捕 入獄了 直接下輪給你 昨天我才得知 今年四月份 中共又下發了一股內股殘料 要求全能神教會基督徒 在一月之日上繳畫在肉身顯現 三個月之內 自動到了公安局去自首 如果拒不自首的人 就要嚴加處置 如今中共 用各種卑鄙手段 在韓國鬧事 誣陷我們是假難民 把我們引渡回中國 這是何等的邪惡卑鄙 這明明就是想把基督徒趕盡殺絕 掌草除根 以絕後患 免得基督徒在海外 羞辱中共偉大 光榮正確的形象 中共的憂心何其獨也 我真誠地希望 海國政府和更多的正義知識 能夠關注全能神教會受迫害的事實 為逃亡海外的基督徒提供幫助和保護 能讓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和我們的生存前得到保障 謝謝 謝謝